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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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晚安 今天要给您带来第一个故事叫Siri 我们都知道智慧型手机已经占领了全球 也许它的智慧比我们想想中的还要多 有一天晚上 一名男孩准备与女友一起救情时 女友的iPhone突然坏了 萤幕完全一片黑 怎么暗都没有反应 但初期的是 Siri却还能发生效用 由于之前有设定过语音辨识 于是女孩便对着iPhone说 Hey Siri Siri于是回答 Hey我是 女孩接着说 为什么我的手机萤幕不会亮 Siri又回 我也不知道 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尝试很多次还是没有反应后 女孩索性将手机丢在床边 两个人便关灯睡觉了 过了半小时后 房间内非常安静 突然间Siri说 Hey我是 男孩也被身旁的女友吓到 连忙起来开灯 两人彻底清醒了五分钟 男孩便安抚女友说 应该没事了吧 快睡觉你明天还要上班 宝硕惊吓的女孩紧紧抱着男友说 嗯 好 由于男孩有关灯睡觉的习惯 有灯她睡不着 于是便起身把灯给关了 再躺回去睡 过了十分钟 房内仍然一片寂静 突然间 Siri一字一句缓缓地说出 你还没发现吗 三更半夜发生这种恐怖的事情 两人实在吓坏了 于是马上又从床上跳起来打开电灯 马上将手机拿到客厅去 不过由于客厅和房间距离相当近 过了不久 男孩又听到客厅传来 我好无聊 于是两人便吓得整晚都睡不着觉了 隔天马上将手机送修 却也只检查出手机供电不稳 因此变换了电池 而维修店的老板不太相信整件事情 也说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离奇的事情 之后手机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情形了 不过整起事件得到网友们热烈的论意 有人甚至回应 应该不是手机萤幕坏了 是有东西用手把萤幕遮住 所以你们就看不到了 雷红 嗨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